第1個階段 從馬動足先機懂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2個階段 其實台股這邊喔 我這麼詛咒很明確啊 就是什麼 就是台積電啊 我現在其實有沒有講蠻久的一段時間 尤其是台積電上千塊之後 我記得我有跟大家說 那台積電上千塊這次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沒有對手 好不好 過去有三星啦 什麼Intel 什麼美國要扶植Intel 然後台積電不是迪系的啦 然後怎麼樣 有人做外來的 Intel在講個對面的批話 結果呢 結果Intel搞不起來了 搞不起來了 沒錯吧 搞不起來了 三星呢 良綠 什麼五成 三成 好不好 三大米三成 三成來搞個屁啊 所以只剩台積電而已 所以他這次的法說 就沒有人跟他拚啦 還有誰跟他拚啊 沒有啦 美國這班有沒有想拉攏他 當然想拉攏的話 你看這個嘛 拜登簽署這個半導體廠 或沒有還評的法案 這個是在for誰 for三星 forIntel 不是啦 for台積電啦 日本求台積電趕快去 德國這邊也是台積電 大家都叫台積電趕快去 能給補助都給補助 能給方便都給方便 就你美國在那邊 還搞什麼GGYY的東西 所以趕快弄一弄 快拿到 一場OK了 四量產OK了 八成以上可以怎麼樣 四量產八成良綠以上 所以可以量產 台灣這邊滿了 然後AMD說什麼 AMD說美國這邊 OK了 趕快你幫我下單 貴一點沒關係 我下到美國去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就沒對手了 所以這次不一樣 都覺得這次不太一樣 因為沒有對手跟他拚了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你看這個 1005 現在多少 今天好像不是1005了吧 然後台電營收 然後什麼服務 法說會 大家開始估法說會怎麼樣 然後也跟他說COAS的部分 一直在往上調 一直往上調 然後到墨壓 同學 法人調到墨壓就好 是一段一段調 我可以跟大家說啦 當接近 之前剛才是1080對不對 如果說1080過了 開始再往上推 如果說推到1200的話 報告就會全部都1500以上 1500以上 如果又大的話 就會2000以上 基本上報告都這樣寫的 一段一段推 因為他現在1000塊 1000塊我先寫個兩成就好了 因為這之前的那個洪名校事件 不知道大家也記不記得 洪名校事件 他之前寫立望 好像兩三百的時候 寫個八百 結果每天漲停板 結果被警告 說報告不能這樣寫 對 要一集就這樣來 就是洪名校那個立望事件之後 那個反而報告都不會一次寫到滿 就算我看2000塊 先從1200開始寫 1200到的寫1500 1500到的寫1800 1800到的寫2000 都這樣寫啦 好不好 當然有人偷跑了 比如說現在 都寫差不多兩成到三成嘛 差不多12001300嘛 結果有人寫什麼 寫1600 好不好 公布的營收怎麼樣 公布也不錯 這營收不錯 也不是什麼 也不是蘋果的部分 好不好 因為蘋果這邊 什麼大力光 精材的營收都沒上來 精材從頭到尾都沒有COAS 好不好 所以你們說 什麼精材營收沒上來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COAS 他就蘋果而已 好不好 就蘋果這邊 蘋果這邊 大力光 大力光這邊沒上來 那個精材沒上來 所以精材從頭到尾都沒有COAS 不要再什麼COAS 買精材 精材沒有COAS 明年就7塊而已 今年差不多5塊 明年差不多7塊而已 就這樣子 有掉一點單 你後面自己慢慢看 你有沒有發覺最近頭信在賣它 你有沒有發覺 頭信有在砍它對不對 頭信知道了吧 從頭到尾都沒有COAS 那COAS的機台台電 本來有100台機台要給精材的 本來有100台機台要給精材的 明年360台機台 250台就是佛蘋果的 100台是揮達的 本來揮達這邊的單是要給精材 後面呢 後面台電算一算 嗯 買好 我自己做 就這樣子啦 你懂得是嗎 所以揮達那個單 在台電這裡 所以要看看誰 就看台積電好不好 就看台電 那你在看這個美超委 美超委做什麼的 美超委不是跟那個廣達 跟那個 紅海做一樣的 代工嘛 為什麼 之前被人家寫說什麼 做假帳啊 結果還不是好好的 跟揮達 那麼麻糬 會做假帳 不太可能吧 那就這個部分的話 台電這邊 我們跟大家說到什麼 散熱嘛 晶片要散熱嘛 同學我說的散熱 不是什麼雙紅旗紅嗎 不是啊 那個是系統級散熱啊 就是AI伺服器在用的啦 我說的是晶片散熱的 就建設跟什麼 這叫什麼 你知道嗎 這7號就講啦 不是叫一拳嘛 給你一拳的一拳 好不好 給你一拳的一拳嘛 這很貴嘛對不對 你看 同學建設那時候14 1410嘛 一拳111嘛對不對 然後一拳公布營收怎麼樣 營收寧月雙真啊 AI伺服器 對啊 散熱片啊 那時候還在114嘛 你看今天多少 建設今天1490 然後一拳121 同學你有沒有算一下啊 其實這兩支股票 如果說你來算的話 一拳漲比較多你知道嗎 一拳漲比較多啦 你看這個1490 這140嘛 所以一拳漲80塊 對不對 一拳漲80嘛 如果說我們就 140塊來算的話 就漲8塊 簡單的算就漲8塊 那這多少 111嘛對不對 那這多少 121嘛 所以它漲10塊 所以140塊的東西 我們如果說換成 把那個零頭先去掉 這樣算好了 算%數 140塊 漲了8塊錢 跟111塊漲了10塊錢 誰漲比較多 誰漲比較多 141塊漲了8塊錢 111塊漲了10塊錢 變121 誰漲比較多 廢話但是漲10塊比較多啊 所以一拳比較多啊 所以我買的對不對 買蛋對啊 不是買一拳嗎 它不是漲比較多 建設也可以買啦 兩支是一起的一掛的啦 建設也在創新高啦 它也在創新高 它也是對的啦 這兩個是一樣的啦 兩個就是都台電這邊的散熱片的單啊 不過如果說我們從 7號開始 看到今天14號 我買的是對的啊 因為它漲比較多啊 不是漲10塊耶 那不是對不對 對啊 所以呢 扣訊要不要戴著 扣訊戴著吧 這個是什麼 你也知道它是訊的 這是多少 160嘛 你自己對這支是16 除了台電以外 它是什麼 CPO嘛 台電那訊得監多少 185耶 185耶 公佈什麼8月什麼負對不對 公佈什麼小字節小虧 設備股 誰在跟你看什麼字節啊 拜託 設備股就是接到單半年之後的嘛 半年之後才會入帳嘛 都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都這樣子啊 就這樣子啊 所以對不對 看起來是對的啊 破線再把它出掉就好了啦 就高檔稍微震盪一下啦 從這一根開始嘛 這個不是160 這個不是180 那對吧 啊 節目不是 這個不是已經接牌了 啊 然後上禮拜跟大家說要什麼 這個 這你應該知道 這我講兩次了呢 啊 這是不是 怎樣辦 我講兩次啦 之前我們做過一段 做這一段 這是我們之前做過嘛 做過整理完 再來弄一下 133 今天多少 今天138 漲5塊錢 賺5塊 這我脆短的啦 這支股票啦 這支股票我是要脆短的啦 因為它的營收 今天不會有營收啦 明年啦 明年第四季的事情 這明年第四季啊 雖然說這個 但是它不會死的 這種就是趨勢對的啦 長線的趨勢啊 短線有熱度 長線趨勢又對啦 所以像這種就怎麼樣 就是 趨勢對 但是你說它營收會不會忽然爆表 不會啦 明年才會有營收的東西啊 明年啦 那沒你啊 但是掌握不錯 雖然這種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稍微脆個短線啦 然後這個輝達GBU 輝紅再起 對 鴻海廣達嘛 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ETF 富方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啦 可以留意一下啦 但是 ETF都比較偏中長線喔 紅酒你不要 你不要把這個ETF拿來做短線啊 因為它裡面有什麼 有台移電鴻海聯發客廣達 這比較偏中長線的 你可以看啊 你沒興趣也沒關係啊 我們有跟大家說什麼 是不是說這個 GP200 固代電容嘛 對不對 禮拜五在東森牆 固代電容嘛 固代電容的工忙就是他而已 那時候跟大家想說 說到這邊嘛 這是週線啊 一根紅黑棒 對 過了一週 今天第二根紅黑棒 好不好 這邊搞不好會來 我的看法啦 這邊搞不好會來 因為營收一定會 它的營收基本上 都在創歷史新高 法人的報告寫的 一定會被調高啊 今年賺個5塊6 明天賺個7塊 明天賺個200塊 今年就不可能5塊6 今天怎麼可能5塊6 一定比5塊6高 因為你營收一直在創新高 你怎麼可能跟上半年是一模一樣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比5塊6高 那比5塊6高的話 那你今年如果調高 明年是不要調 你明年本來估7.8 你一調的話一定是10塊 反而邏輯就這樣子 一調就變10塊 10塊20倍下去就200 是不是都這樣 所以之前的目標就在這邊 這就200 會不會來 希望他會來 會不會來我不知道 但是呢 反而邏輯基本上來推的話 很有可能 因為這個走法也像啊 這走法不像嗎 這走法這看起來是多方 走法很像啊 所以可以留意了 你也賺錢了不是嗎 抗訓戴著你今天也賺錢了 今天禮拜一 軍演 怎麼賺高票怎麼跑 不然高票就會跑 然後這是CPU 上禮拜洗來洗去 這禮拜又開始拉了 那同學 我們嚴格說實在 這個地方已經有兩支股票被警示了 林也被警示 上選被警示了 這個我們之前喔 華新光聯軍跟上選 我們在節目上都有跟大家推過 我就講這三支而已 節目上講 上電視我也幫你Push過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喔 我說真的 我再告訴你這個地方可以買 你買了下去嗎 我現在買了下去的很少 因為怎麼樣 因為就算以聯軍來講 這個明年賺八塊錢 我這邊寫嘛 預估今年三點八嘛 明年差不多九塊 這個 其實它八塊多而已啦 八塊到九塊啦 我寫如果說 差不多抓個比較保守賺八塊 本一比已經三十倍了 本一比三十倍 乖離大 未接高乖離大 這個 未接高乖離大 本一比又三十倍 我這地方在叫你買喔 我相信你可能會削削 怕怕 因為怎麼樣 因為 本來就是明年的東西啊 明年四十八塊 我都不知道耶 啊 是不是這樣子 同學明年四十八塊 沒人知道你知道嗎 這是法人這樣寫 去年的這個時候 法人都寫什麼 去年這個時候 法人都在寫華新光 去年怎麼寫 是不是寫十塊 結果呢 結果今年剩多少 今年不到四塊耶 所以這是法人的做法 基本上都這樣子啦 所以就是做夢行情喔 我會 就是他們都會先寫報告 但是呢 是不是這樣沒人知道 所以當乖離過大的時候 乖離過大 我們有賺到 錢拿回來 準備做什麼 我跟你講 訓德嘛對不對 那 還有什麼可以做 來你看這個 看這個 我相信像什麼聯軍上全 華新光都在講什麼 都在講這個光通訓嘛對不對 就是光引擎啦 光引擎啦 然後呢 光傳輸嘛 光訓號啦 光電模組 在講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個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啊 這個光引擎是粉紅色的對不對 光傳輸是黃色的 你會發覺 除了粉紅色跟黃色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PCB吧 綠色這一塊板子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這塊板子 這塊板子其實也很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這塊板子它不是普通的PCB板耶 它不是耶 它是高頻高速 用波籤部M8 Ultra等級 做出來的PCB板耶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要通貨認證的耶 不是阿媽阿狗都可以做 不是說你來幫我滑通 你幫我做一下 弄不出來啦 起碼你的CC有基本上就要M8 M8那個Ultra板才的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誰做 這個東西如果說 有做這個的公司 它股價低檔開始轉強了 你想一下 你要不要做做看 你會不會來賺錢 還是你要在那邊繼續拉這個 拉這個已經30倍了 拚拚看會不會漲到50倍 你要拚這個嗎 哎呀Baby已經30倍了 沒關係 好熱喔 衝衝看 變得看 看會不會漲到50倍 搞不好明天 對今天掌停板 敲進去明天看再拚他一隻 要這樣做我也無所謂啦 當然我也希望你賺錢啦 不過 這樣好 這樣好 你要不要從這個圖去找 新的操作邏輯 那新的操作邏輯就是怎麼樣 就是它開始有擴散效用 開始擴散效用啦 開始往外擴了啦 你懂什麼 開始往外擴 比如像一開始就長什麼 同學 其實就真的有接到單的就是什麼 就是聯軍而已啦 聯軍接到甲骨文它是第一個啦 再來就是聯亞接到單啦 然後華星光啦 聯亞的單 明年 他媽的明年就賺3塊而已 一起來 3塊就已經搞到 搞多少 搞到300多塊了 明年3塊 後年8塊 就這樣子而已啦 都已經反映到後年去了 再來就上全這個跟台電的 其實真的有單 就這4家啦 下面這個都不知道 從哪冒出來的 你懂什麼 就上面有真的有單 就這幾家而已啦 這4家啦 什麼CPO觀眾序 這4家是有單的啦 下面這個呢 這個都不知道 莫名先要生出來了 你懂什麼 啊有沒有單 後面跌下來就是沒單啦 你懂什麼 炒的時候都有單啦 說到背上的 但是呢 沒有東西的喔 等炒就掉下去 掉下去什麼 就回到原點 所以真的有單的就是這4家而已 你要看 如果說你要繼續往這邊看 你就看這4家 但是有沒有那種做板子的 做板材的 它有接到單 開始轉強 有啦 跟上腳步啦 好不好 一起來賺錢 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我現在我們在講一個操作方法 這操作方法 同學跟盤沒有關係啊 你會發覺我都跟大家說 這個盤就是整理盤 那整理盤你會發覺 多數的資金追逐少數的享受個股 然後呢 大盤清清潭個股就一片天 是不是都這樣子 所以大盤這麼重要 大盤很重要 但它不是重點 內置再不再還是重點 那內置再的話 它又頂火什麼樣的族群 那才是重點 現在呢就很明確嘛 一個是台積電這邊這一罐 一個呢 GP200這一罐 把這兩個罐做好 好不好 我相信這個 應該我們先講聖誕節好了 聖誕節應該就很腦過了 好不好 所以 有套套方法 就有貨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我都準備好了 歡迎一起來賺錢 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鈴鐺 當我們節目更新喜歡 第四間推播 痛痴你 我今天可以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掌握期間 祝大家明天超順理 明天見 拜拜 謝謝 谢谢观看